大家好 欢迎来到彩虹小厨 今天分享萝卜和鸡蛋的秘制新吃法 不用炒不用炖 既不发胖又能饱腹 做法也非常简单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先准备一个萝卜 绿萝卜白萝卜都可以 去皮后插成丝 加入两小勺盐翻拌均匀 静置20分钟撒出水分 然后把水分攥干 再放入到碗中摊开 打入两个鸡蛋搅拌均匀 使萝卜丝都裹上蛋液 再分次加入饲料玉米面 搅拌均匀 搅拌成像这种散开的状态就可以了 蒸屉中铺好打湿的屉布 倒入萝卜丝 凉水上锅 水烧开后蒸10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来调个料汁 准备几瓣大蒜切成末 加入一勺白糖 三勺生抽 一勺香醋 四量辣椒油 不喜欢也可以不饭 再加入香菜末搅拌均匀备用 这时萝卜丝 已经蒸好了 取出后抖散再装入盘中 淋入料汁 撒入些香菜叶点缀一下就可以开吃了 萝卜这样吃不加一滴油 燃养健康又能解馋 想减重瘦身的朋友们可以常吃这道菜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明天见 拜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